眼下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中 全国首个大熊猫学院近日也正式开始招生 预计招收50名本科生 这也是大熊猫学院成立后招收的首批新生 大熊猫学院到底学什么呢 除了揭秘大熊猫的日常趣事 从竹林秘境到科技前沿 课程也是丰富多样 大熊猫学院是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西华师范大学合作共建 以大熊猫保护研究为核心 在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基础上 新设的二级学院 除了依托生命科学学院本身的师资力量外 大熊猫学院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在内的 22名专家为大熊猫学院的专家委员会委员 为大熊猫学院贡献智慧力量 作为大熊猫学院建立后的主力专业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除了设置动物学植物学等综合性学科外 还针对性地开设了大熊猫保护生物学研究进展 等特色专业课程 并为学生创造能够接触到大熊猫的实习机会 从大一到大三我们都有间隙和实习课程 我们会带领同学们升入到栗子平 唐家河等国家级的大熊猫保护区 去进行间隙实习 以及一些科研院所动物园等等 以更好地了解大熊猫栖息地 大熊猫的野外状况 以及大熊猫的训养繁育等等情况 大熊猫